大家好我是黑亮 上周去爬了一次雪山 虽然是第一次登雪山 但是因为准备非常充分 过程呢也就十分的顺利 如果你也有计划 或者觉得将来有可能会去尝试那么一次 那这个视频啊对你有用 虽然有点长呢 但是内容饱满 请大家不光要看完 还需要点赞收藏 首先第一点呢 就是需要提前知道 目标山峰的难度 比如海拔陡峭程度如何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 你一定会在潜意识里对比自己之前的经历 和自己目前的体能状况 做出一个对你本人来说最初的难度判断 如果觉得困难 你就需要在登山之前加强你的锻炼 以保证啊你可以有足够的体能能够登到山顶 那如果你一直有保持户外活动的习惯呢 这次呢也只是基于你自己之前难度 不算太大的一次挑战 那你就只需要提前准备登雪山的装备就可以了 那因为我本人呢从去年开始 几乎每周都会为自己安排徒步和登山活动 所以啊我就是属于后者 OK那第二点呢就是爬雪山的穿衣装备了 这也是本期视频的主要章节 我会分享所有的穿搭装备 就连内裤都拿出来给你们分享了 不三连一波实在有点说不过去 从小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寒从底起 登山鞋一定是你第一个需要考虑的装备 而我们呢却因为疏忽把它放在了登山前的最后一天才去购买 要知道在正常情况下我们去户外徒步呢 最好呢是穿一双平时磨合比较好的登山鞋 那穿一双新鞋去爬山 这可能会导致一场噩梦 登山前两天啊我们在检查所有装备的时候啊 突然发现鞋子不够防水 而且呢也比较单薄 那平时登山还可以 而爬雪山呢一定需要一双防水等级和保暖性都比较高的靴子 来对脚步进行一个防护 所以啊我们临行的前一天开始满大街的找鞋子 因为这个时候网购啊显然已经来不及了 在美国最大的户外店REI 我们看到了萨沃蒙的登山鞋 非常的喜欢 而且这个鞋子呢现在也非常的火 但是200多美金的原价一分钱折扣没有 实在是不适合我们这些折扣买手 所以啊果断放弃了 最后呢我们运气非常好的买到一双折扣很好 而且样式也还不错的哥伦比亚防水靴 并且啊它的保暖性也是相当的不错 那我今天呢要推荐它的主要原因 不是因为价格和款式 而是它因为完全完全不需要磨合 真的是太好穿了 我们也非常非常的幸运 那货号呢我放在这里 那如果人在北美的小伙伴呢 看到这一期视频的时候啊 你还有可能赶上这一波的折扣 那我入手的价格啊是50多美金 平时呢我是穿内长275 美马呢是9.5的鞋子 那因为登山靴往往需要买大1至1.5个马 那又因为我的脚呢不胖不瘦 属于标准型的 所以我最终啊选择了285内长10.5马 比平时呢要大一马 实际穿着体验啊那是真的是一个舒服 完全没有要吐槽的地方 所以虽然是双新鞋 但是我们很幸运 穿起来很舒服 然后呢就来到了袜子 袜子啊我选择的也是哥伦比亚家的羊毛袜 它跟这双鞋子啊真的是完美的匹配 一路下来呢脚也是干干爽爽的 吸汗排汗超快 而且还很保暖 羊毛材质的加入啊 也不会让你觉得脚步过热 因为羊毛本身啊就具备良好的透气性 那这样的袜子呢实际上在我们买手店的直播间呢 每年冬天呢都会帮大家代购一波的 不过最近啊已经售庆了 大家真的不必担心啊 我在这里是故意打广告 况且呢我今天分享的所有商品 基本上都是我们曾经已经售庆的单品了 而我的这些衣服呢 也都是自己在直播的过程中啊 自己掏腰包自留的 真的是因为好才推荐给大家的 下面呢就来到内裤了 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 我拍登山穿搭请远离全棉材质的那一篇视频啊 那次我犯了一个错误 就是在去徒步的时候啊 睡觉穿的一件全棉的背心啊忘记脱了 因为全棉啊只是吸汗比较好 对于排汗和素肝啊 真的是毫无帮助 所以那天当我大量出汗之后呢 最终这件穿在里面的全棉背心 贴着皮肤冰冰凉的 一直陪着我回到家中都没有干 那全程的不适感呢 真的是让我非常的难忘 好在啊那个时候还是夏天 我并没有感冒 但是这一次啊我吸取了教训 就连内裤我都换成了素肝的 我的建议是呢 品牌无所谓快肝最重要 下面呢来到了裤子 早在去年黑舞的时候啊 我就在为我的这次雪山之行做准备了 所以这次的打底裤和外裤啊 我都穿了十足鸟家黑舞的折扣单品 一条抓绒的素肝小脚裤内穿 再搭配一条GOTEX面料的 Alpha专业系列冲锋裤 作为外层防护 有的时候啊真的 没有感觉就是最好的感觉 这一套搭配啊实际上穿着体验 真的就跟我想象中的一模一样 内搭呢轻浮舒适 素肝面料可以保证腿部的持续干爽 那外层呢抗风防水 节省耐操 让我可以无所顾忌的在雪中玩耍 这波啊我要给个满分 那么来到了上衣 打底层我选择了摆面加的素肝长袖梯 事实证明啊 这个素肝真的是太重要了 这次登山因为我的重装背包 底部啊跟我的下背部啊相贴合 一直到我登上山顶卸下装备的时候啊 才发现这个下腰部啊积了很多的汗水 而且已经变得冰冰凉了 以至于我的手啊都不敢去碰这个部位 真的是瑟瑟发抖 当时啊我还真的担心自己会着凉 但是啊真的很快 当我饭吃到一半的时候啊 我发现这个部位它已经干了 前后不到20分钟吧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区别会这么大 我在想这要是一件全棉T的话 估计这趟就要洗蹄感冒 作为战利品回家了 要知道当时山顶的实际温度啊 已经降到了零下7度左右 而上衣的中间层呢 我则选择了一件巴塔的抓绒卫衣 这也是Pantagonia家的拳头产品了 没有什么特别想表达的 这件衣服啊真的就是很合身 我选择抓绒外套呢 一般都会选择比较正好的尺码 因为这类的材质啊 作为秋冬穿搭的中间层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合适 而且高领的设计 领口呢又带拉链 如果呢你是在平时穿的话 早上起床拉上拉链 可以保护你的颈椎不受凉 那白天热了呢 它可以把拉链拉开 调节体温 真的是非常非常方便 那外层啊再套上一层冲锋衣 就可以瞬间锁住热量的散发 帮助你抵御寒风雨水的清洗 非常非常的推荐 最外层呢 我还是选择了一件鸟家的硬壳 Beta Air 只是这次我换了一个颜色 在户外活动中啊 穿着亮色不仅显眼 很容易被同伴发现 而且要是拍照或者是录视频的话呢 也真的是非常的好看 但如果你只是平时穿着 很少户外 那黑色呢就会比较百搭 颜色这个东西啊 真的很主观 以你们自己喜欢为准 至于十足鸟家的这款爆款产品 Beta Air的详细介绍 大家可以去查看去年的这部影片 只买对的 不选贵的 这部影片里面啊 由我为什么入手Beta Air 而不是稍微加一点点钱 去买更高等级的Alpha的理由 希望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然后就到了微博 微博呢也是极寒条件下 必须要的一个装备 只是这次登雪山啊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冷 我也只是到了山顶有风的时候 才选择把它戴上 那一开始呢 基本上都没有想起来要用 而我这次选择了呢 是Khar家的这款羊羔毛的产品 材质快干 质地柔软 羊羔毛的质法呢 又可以提供较高的保暖性 Khar作为工装界的鼻祖啊 如今被越来越多的人 在户外领域去使用 皮身耐操的面料 和专门为工作而生的易用性设计 让我近期呢 也迷上了他们家的单品 喜欢Khar品牌的 或者是对Khar感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去翻看这一期的内容 不知道你们对这个品牌的印象分如何 下面就来到了帽子 帽子呢就比较简单了 登山的话 基本上选择一顶冷帽就可以了 护住脑袋的同时啊 也可以蒙住耳朵 不会挨动 那关于冷帽的选择呢 因为洛杉矶天气的原因啊 我自己平时真的很少戴 所以也没有多少心得体会 分享给大家 那个人建议呢 就是在材质这一块 选择快干的 那颜色呢 自己喜欢就可以了 那除了服装鞋帽之外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登山装备 就是背包 那我这次背包的选择呢 是史摩大家的Action系列产品 因为需要兼顾拍摄视频 所以啊 我才会选择了这样一个户外摄影包 但是这并不适合每一个人 如果你没有摄影需求的话 小鹰 萨罗蒙 北面等等 几乎每一个户外品牌 都有自己家的拳头产品 那登山包的选择啊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它的背负系统 今天啊 是我第一次使用这个背包 重装出行 那包的里面呢 不但有摄影器材 还有一些食品 还包括一些备用的羽绒服外套 以及登雪山的必须用品 那多亏了这套优秀的背负系统 才让我的肩背部在全程 都没有感觉到非常的辛苦 而背负系统的主要原理呢 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需要一对宽大且结实的腰带 在颈类之后呢 可以把背包几乎所有的重量 都转移到胯部 而不是去让更容易 疲劳的肩部和背部 来承受这一切 另外呢 它还需要有一套重心调节系统 可以根据上山的坡度 来调节整个背包的重心 从而让你感觉到平衡和舒适 那关于这个在欧美超级流行的 户外摄影背包品牌 史莫大的这款产品呢 我想我会在用完几个月之后 给你们出一期长期的使用报告 来详细的分享一下 它的优点和缺点 希望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我 那最后呢 这个雪爪也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登雪山的装备 它的原理和构造都很简单 但却非常的实用 会让你很轻松的 漫步在冰面之上 减少打滑的概率 而登山杖呢 我这次也带了 但是实际上并没有用上 主要原因啊 是因为我手里摄影器材太多了 而且这个雪山也并不是特别的陡峭 所以在这里 我就不过多的去做赘述了 那以上呢 就是本期视频的全文内容了 希望我这个新手 可以通过自己的分享 可以帮助到 比我还新手的初学者们拍摄不易 那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赞留言 收藏 转发 记得关注 Peace 我是黑亮 我们下期见 by bwd6